刘强东 那两个不算太年轻的男女被人传言说是刘强东的约父母,结果本尊立马就怒了,直接听说了照片失控爆出,最后还澄清了照片中男女的真实身份。 京东掌门刘强东在玉奶茶妹妹结婚后,现在依然成了十足的娱乐话题人物,之前刘强东还曾在朋友圈奔怒发文,警告圈内人不许再叫妻子奶茶妹妹,否则会不客气。 十足的霸道总裁版,最近,刘强东又因为一张玉奶茶妹妹的合影发飙了,直接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了一张合影。 还抓狂的写下,到今天竟然还有人传照片,里面是我岳父,男的是我哥们,女的是我助理。 别再造谣了,小编查阅,理一下相关的资料。 早在二十,十五年这张照片就在网络流传了。 曝光的照片中,刘强东抱着奶茶妹妹,身后还站着两个中年男女,从整张照片看。 刘强东是年纪最大的一个,说起刘强东的岳父,其实在搜索引擎中,也可以找到他的相关资料。 奶茶妹妹,爸爸叫张力后,是南京会自通集团总裁,虽然并没有张力后的具体出生时间,但从他一九八九年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,机电学院说是研究中毕业,大致可以推测,他应该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,如此算来,肯定是比一九七四年,出生的刘强东年龄要大的。 而且之前网络上也曝光过刘强东和张力后的合影,照片中明显可以看到,刘强东,无论是长相还是穿着把扮上,都是比岳父要年轻不少的。 另外,剧纯奶茶妹妹的妈妈是一名药剂师,在长得天很小的时候,就与赵力后离婚了,网上也有一次奶茶妹妹与妈妈的合影,看上去是相当年轻的漂亮。 跟刘强东这次传,出照片中的女子完全就是两个人,如此离谱的喘言,也难怪刘强东这么生气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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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。 。